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呱呱看起来非常高兴 那非常高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朋友们会有自己的看法 而周永康应该讲说 现在应该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了 这也应该是这么回事 那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 一个姓蒋的中央委员被干掉了 几乎今天所有媒体都在头版头条在报道 那我们先看看美国之音怎么报 在这世界上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人在看石涛TV 我的观众就是您的客户 国资委主任 蒋洁敏落马 周永康羽翼几乎被剪光 那蒋洁敏我印象中 在十八大之前 我们有报过 但十八大之后 十八大他又成为了中央委员 我们当时已经讲说 蒋洁敏歇菜了 来到了这个两会期 两会之前又有消息传出来 据说人家就到了国资委任主任 这前后都有这样的反复 从李春成的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作为习近平在十八大的时候 他是被人摆布的 他没办法 他没有权力 十八大之后 他拿下了部分权力 这就意味着当在十八大上 有些人都已经上马了 上任了 冲上来 结果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又给干掉 也就是说十八大 谁得烟抽 十八大 谁最掌控了当时的情况 其实也就得罪了习近平 其实已经得罪了习近平 那我们看到呢 蒋洁敏也是类似的情况 跟李春成一样 李春成也是十八大上马了 然后被斩下了 那作为蒋洁敏来讲 不光十八大上马了 而且到了两会的时候 到了国资委任主任 这个位置比一般的省部长都要高的 这个位置 关键是太具有 太实在了 这个位置 但是也被他斩下 斩于马下 那说明确实是完全冲着周永康去的 那在这篇报道当中呢 美国之音的说的也非常的直接 周永康的人马几乎全军覆没 而跟周永康牵挂的这一批人马 几乎都是神部级的这样的官员 那如果是这样的官员的话 集中火力要弄周永康的话 那下礼拜周永康就歇菜了 也是保不齐的事 文章介绍说 国资委主任蒋洁明 因涉嫌严重违纪 被接受调查 9月1号上午 中共官媒证实 中纪委讲 今年3月份调任国资委任主任 同时兼任党委副书记的蒋洁明 已经被调查 他是中共17大的后部中委 18大的中央委员 再加上 我们知道前一段的 中石油的四个高管被干下 基本上石油系统 应该说完蛋了 所以美国之音也讲说 中共高层经过权力斗争 逐步达成共识 也就是要把周永康干下来 周永康的发迹和家族财产 主要的来源集中在中石油 我这里还是强调一点 干掉周永康 以他腐败的名义 以他在中石油的 所获得的钱财 而忽视他 从2002年任公安部长 到2007年任政法委书记的 以国家的名义 掌控着公监法所犯下的罪恶 如果掩盖这一部分罪恶的话 那只能披露出你中共权斗的 这种残酷性 只能披露出 作为干掉他的人 依然有着助纣为虐之嫌 这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所以他的看点 他的着重点很清楚 周永康的羽翼几乎被剪光 那同一时间 BBC的报道是这么说的 BBC的报道直接讲说 中国国自委主任 蒋介敏被中纪委调查 蒋介敏被证实中纪委的调查 成为中共十八大以后 首位被调查的中央委员 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一部分之外 BBC在报道当中讲说 蒋介敏是55年10月份出生于山东 那他毕业是中央党校 省部级干部在职研究班 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那高级经济师 他长期任职石油系统 1998年中石油开展 重组上市时 蒋介敏充任中石油集团的总经理 兼重组与上市筹备组组长 这都是肥缺了 这都是大把大把挣钱的东西了 01年到青海省任副省长 04年因为总经理马福财 为重庆开县 井喷事故负责 而引就辞职之后 他再次回到中石油任副总经理 所以他一直是在石油系统的 紧接着讲说 2011年11月份 他升任中石油董事长 兼中共党组书记 今年3月调到郭自伟 所以2011年11月份 他任中石油董事长 南华早报形容说 蒋介敏是周永康的长期门生 周永康一直到1998年 出任国土资源部长之前 一直是在中石油 和原来的石油工业部任职 所以他也提到说 在北戴河会议上 主要是对周永康展开了调查 焦点在于周永康 在四川和中石油任职时的问题 如果周永康在四川任职时 和在中石油任职时的问题 那是2002年之前的事情 他任公安部长之前的事情 那这对头十年又怎么算呢 如果用前面的事情 来治真正的罪名 是他这十年的罪名 那也就是说 当年周永康上台的时候 谁让他上去的 算不算独职罪啊 那你反映出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犯了罪 都是治他十年前的罪 也就是说十年前 他在屡屡犯罪的过程当中 成为了公安部长 成为了政法委书记 成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 然后说江泽民非常支持 我不知道 习大大你怎么交代我刚才的 怎么能够化缘我刚才提出来的问题 但是可以看出 周永康死定了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呢 你看起来 如果以这样的罪名处理周永康 看起来是以反腐之名 要在十八大三中全会之前 要杀掉重要的人物 以反贪腐的名义 重塑威风 重塑形象 为十八大三中全会定下来的调子 做铺垫 以便在全国范围内 来完成你十八大三中全会 所定下来的任务 我跟您说吧 北京人有句话 上当官的啊 都是在北京混的 北京人有句话 说没门走窗户 咱说没门 原来北京人说你这么干没门 然后有哥们就接茬了 没门走窗户 今天这年代都是死个堂的 黑箱作业 你上哪找窗户去 没一样东西能见阳光 有窗户就有阳光 但你为什么糟蹋自己给自己弄一黑匣子里呢 对吧 就像弄那个什么微博直播的概念似的 你播就播不播就不播 微博直播再删点 就想起来那个这个 做妓女还做个暗场 你明板标价多好 那么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 就是在涛哥的Facebook上呢 17个小时之前 有个朋友分享的那张照片 这是大家可以看到 呱呱很高兴 法广呢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了 也写了一篇文章 31号 有网友在推特上发布消息 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 当天与女性朋友 一起在纽约的咖啡丁 喝咖啡谈心 其间呱呱面带微笑 态度轻松 似乎一点没有受到 父母同时沦为节下之秋而操心 而且说得很清楚 该餐厅是在曼哈顿西街 79街 纽约市时髦地区 在赫逊河河边 呱呱据称 已经进入到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书 照片拿出来之后呢 网友们讨论不一 有的朋友说呢 呱呱日子过得满滋润的 谈笑风声 父母成为节下秋 但他该干嘛干嘛 败家子儿不孝之子 也有朋友讲说 呱呱父母坐牢 只是当在度假 所以呱呱根本不需要操心 也就是说 真正薄熙来自己内心 和薄瓜瓜自己内心 他们知道自己的结果 知道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不发愁的 知道今天所遭遇的苦难 仅仅是暂时了 所以能让我的话就说 国家是人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家的 不是老百姓 没有人为中华民族负责 没有人为老百姓负责 只有人为他们自己的利益 和家族 儿子孙的负责 这是独裁体制下的品质之一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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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